由纽约钢琴家发起的 巴巴世界巡回计划 将音乐带进了印度、土尼西亚等国家 而台湾巴巴计划团队也延续这样的精神 邀请国内外知名音乐家 前进高雄七所学校 更在现场大玩音乐互动游戏 让参与节目演出的陆主高中学生 对于古典乐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也透过更为活泼的方式 将音乐带进高雄校园 来自纽约的钢琴家盖洛格演奏肖邦名曲 让人听得如痴如醉 不仅带来美妙乐章 盖洛格和台湾巴巴计划团队 更透过音乐对话及节奏猜谜 让陆主高中学生感受到不一样的古典音乐 其实在那种环境下 就是感觉好像随便弹也不会怎样 而且那个钢琴家也不会给我很多压力 感觉他是个蛮幽默的人 所以其实你刚刚是随便弹吗 对对对我真的不会弹钢琴 然后他就跟上你 对对对 这样子的玩音乐方式你喜欢吗 蛮喜欢的就是感觉不会很有压力 他弹奏的那个节奏 其实会让你就是有那种想象的那种画面出现吗 对啊有啊有那个想象 有想象到 那你觉得这样子的听音乐会的方式感觉怎么样 不错啊很棒真的 不要像我以前想的那样 有让你改观吗 对有让我改观 因为原本是觉得是听不懂的 为了将音乐带进校园 台湾巴巴计划团队从2013年展开巡演 今年更前进高雄的国中级高中 用轻松活泼的互动方式 让学生不再将古典音乐聚于门外 我回来台湾很多人 特别是我爸爸啦叔叔伯伯那辈的人都跟我讲说 他们觉得小时候在学校好像没有学习到怎么欣赏音乐 那我回忆自己就是整个成长追寻音乐的这个过程 觉得一场很启发性的音乐会其实是最大的契机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希望可以在校园 有把好的高品质的音乐 用一种生动互动的方式带入校园 那这其实是巴巴巴台湾巡回的开始 他开始发现音乐原来是跟我生活周边的事物有关的 譬如说是玩具 譬如说是动物的叫声 或是我们想象一个荡秋千 这都是音乐的创作的元素 那你看到他这个钢琴上的随性的钢琴 他说这个是music conversation 我们用几个键盘就可以对话了 所以我相信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特别是对老师们的教学 我相信有所启发 台湾巴巴校园音乐会接下来 将会在高雄偏乡七个学校巡演 透过音符和学生热情互动 甚至即兴为同学创作歌曲 为偏乡学校带来丰盛的音乐饗宴 凤星新闻记者中正成绩分采报报道 我们要求听到 我们要求听到 有些机会 提供歌曲 我们要求听到 还要求听到 未经验 我们要求听到 我们要求听到 对我们要求听到 那讲 我们要求听到 他们要求听到 好 我们要求听到